报告的是 Graphical Model 那这一张话总共会有四个小节 那前面两个小节会 由我来报告 我是 Josiah 那后面两个小节会 请并来跟大家做报告 那我先从VationNable开始 那这边有 三个Variable ABC 那我们可以把 PofABC的几率拆解成 PofC GivenAB 然后乘上PofAB 的几率连乘 那 可以再把PofAB 这个几率拆解成PofB GivenA 乘上 PofA 这两个几率的连乘 那我们可以用有项图来表示这 三个几率的连乘 那有项图上每一个Node 代表就是一个Variable 那首先PofA这个几率它 没有Condition on 谁 所以就没有箭头指向它 那PofB GivenA 就是 B这个Variable 它是Condition on A 所以会有一条A 从A指向B 那C这个Variable 它Condition on A跟B 所以 会有两个A 分别由A跟B 指向C B 那我们也可以推广到 K个 Variable 也可以用有项图来表达 这些几率的连乘 那像这种 像这种 Variable之间 两两相连的 有项图 我们称为Fully Connected 那并不是所有的 有项图都是Fully Connected 比如说这张图就缺少蛮多Edge的 那 像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一般的 可以用一个比较统一的表达方式叫做General Factorization 来表达 这个几率的连乘 那这个 PofAK 是表示 SK这个variable 它是 Conditional P PAK这个 SET 那这个SET它是 X的 Subset 那以上两页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介绍 就是 我们如何用有项图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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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t Distribution以及它的几率的连程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条件独立 那有ABC三个 Variable 那在给定C的情况下 我们在给定C的情况下 如果 如果在给定C的情况下 A跟B是条件独立的 它必须满足 以下这两个式子 第一个是 P of A Given B C会等于 P of A Given C 第二个是 P of A B Given C会等于 P of A Given C 乘上 P of B Given C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 三个 条件独立的例子 那这三个基本的例子 它都只有包含 A B C 三个元素 那我们可以从这三个 基本的例子来判断 更复杂的有项图 它们之间的 Node 是否为条件独立 P of A B 那第一个例子是 那 第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从这个有项图 P of A B C 拆解成右边这三个几率的连乘 那如果把 等号的左右两边 都sum over 所有的C的话 等号左边就会等于P of A B 那等号的右边 这等号右边并没有办法直接写成 P of A 乘上P of B 因此 AB AB是 AB是相依的 那这个 零一撇代表是空集合 代表 代表是在 在C位置的情况下 A跟B是相依的 那在有项图中我们会把 某一个Node 涂上 涂上颜色 代表它是 有给定条件的 那这边这边这边是 这边的C是 已知的 是被涂上颜色的 所以在C已知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 推导出P of A B Given C 会等于右边 这个式子 那这就有满足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 条件独立的 第2个式子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A跟B 它是 它会经过 C这个 Tale to tail的 Node 那在C已知的情况下 他block住 A跟B 是条Path 让A跟B是独立的 那 第2个例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 这个有项图把 P of A B C 拆解成 右边这个几率的连程 那跟刚刚一样就是把所有的C都上起来 那 左边会等于P of A B 那右边 没有办法直接写成P of A乘上P of B 那一样在 C位置的情况下 A B是下移的 那在C已知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 把P of A B Given C 推导出来 变成P of A Given C 乘上P of B Given C 那这个例子的话 A跟A到B的这条Path 它会经过C这个 Head to tail的Node 那在C已知的情况下 它Block 注 A到B的这条Path 让A B是独立的 那第3个例子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有项图 一样可以从这个有项图 把P of A B C 拆解成 右边这个式子 那也是一样Sung over所有的C 那第3个例子比较不一样的是 在C未知的情况下 A跟B 是独立的 这是跟前面两个 例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C已知的情况下 P of A B Given C 这个几率 并不满足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两个条件 独立的式子 那第3个例子的话 A到B的这条Path 它会经过C这个 Head to head的 Node 那在 C未知的情况下 它Block住这条Path 那在C已知的情况下 它是unblock住 它unblock了 A到B的这条Path 让A跟B是相依的 那这边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是 是一个第3个例子的 小范例 那我们有3个 3个variable 分别是 3个二元态的variable 分别是 B F跟G 那B 代表的是 Battery 电池的状态 如果状态是0 表示电量是不足 如果状态是1 表示电量是重足的 那F的话 是表示 油量的状态 如果状态是0 表示 油量不足 那状态1 表示油量是重足的 那G 代表是 仪标板的状态 如果状态是0 代表 它 读到的油量是不足的 状态是1 代表它读到的油量是重足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 汽车的隐形系统吧 那这边有给定一些 那这边有给定 clear的几率 如果 B是 1的状态 它的几率是0.9 那反之 B是0的状态 它的几率就是0.1 那 E是lay to A 那也有给定 4个不同的 B跟 F 的 情况下 那G等于1的几率 比如说第1个 给定B等于1 F等于1 的情况下 G等于1的几率是 0.8 那反之 G等于0的几率 就是0.2 那我们可以从这些 已知的 先验几率跟条件几率 计算出 在G等于0的情况下 F等于0的几率 是0.257 那在 给定G等于0 B等于0的情况下 F等于0的几率是 0.11 那这并不满足 并不满足我们 一开始讲的条件独立的两个式子 那因此 因此在 G已知的情况下 B跟F 是相一的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Dseparation 那我们有刚刚 三个 条件独立的 基本例子 可以总结出 如果 A到B的这条pass上 他经过了head to tail 或者是 tail to tail的node 但这个node是 已知的 那 或者是 A到B的这条pass 他经过了 head to head的node 那这个node是 未知的 那 那A到B的这条pass就是被block住的 那 如果以更复杂有项图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把 有项图上所有的node 都 分成abc 三个 没有交集的subset 那我们称 那我们 判断一条 由 setA 到setB的pass 他是否 他是否被block住 要满足以下这两个条件 第1个是 第1个是 第1个是这条pass 是不是有经过head to tail跟tail to tail的node 那 这个node是属于c这个subset 也就是 已知的subs 已知的值 那第2个条件是 这条pass是否经过 head to head的node 但是 这个node 以及他的 指示 指示的话就是 他的child 或是child的child 并不属于c 也就是他们是未知的 那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称 这条从setA到setB的pass 是被block住的 那如果所有的setA到setB的pass 都是被block住的话 那就称为 a a跟b是dseparate dseparate 是被cdseparate的 并且a跟b是条件独立的 那我们可以看这两 这两张图 那 这一张图的话 从 a到b的这条pass 他经过了 e 是一个 head to head的node node 但是 e的 只是 e的 child c这个node 他是已知的 所以 a到b 这条pass 并没有被 e或者是cblock住 那他也经过f 这个 tail to tail的node 是未知的 那f是未知的 那因此 a到b这条pass 他既没有被eblock住也没有被fblock住 a到b是相似的 是条件独立的 那右边这张图的话 a到b的这条pass 经过了e 那e以及他指他的childc 都是未知的 那他也经过f 那f是已知的 所以a到b的这条pass 既被e或者是cblock住 也被fblock住 因此 a跟b是 条件独立的 那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请并开始 好 谢谢 Josia 哦好 谢谢 那 嗯 嗯 嗯 投影片 你好,有看到嗎? 有 有,好 好 就是 就是 對那我這邊是無像圖的部分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中斷我沒有關係 對,就是說無像圖的話 喔,無像圖又稱馬卡夫random field 對 那他的話他就是沒有箭頭 對,那他就表示這樣的圖形結構 對,那他的 他的 條件他判斷說你的點擊盒之間 這兩個點擊盒之間的條件機率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獨立的話比較簡單 對 就是你中間的路徑 的點是不是已知 也就是說你寫成一個條件獨立的的式子的話 就是 這樣子的的式子 寫成 對 你寫成 條件獨立的式子 就是 就是 A B的聯合 聯合分佈 在 C的情況下 A B的聯合分佈的話 的這樣的 的聯合 條件獨立的 條件的機率的式子的話 如果 C是已知的情況下 那這樣的 他會變成說是 條件獨立 A跟 B會是條件獨立 對 那所以他的判斷是就是路徑有沒有被有沒有是已知擋住了 對 那相當 那簡單來說又有一個叫 VACA 也就是說 就是說你中間的你任何一個變數在圖上面 如果 如果 周圍如果 環繞 你的 內部 他都是 他都是 已知的話 那你任 任兩個變數之間會是 條件 就會是 他跟外面的就一定是條件獨立 對被 Block住 這邊講好像都有點 對抽象 對那 我講一個 嗯 就是說我們定義一個東西好 對 就是說 無像圖跟有像圖的話 嗯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有 有像圖的話 他的 他的聯合分佈 也就是說 我想知道ABC的聯合分佈的話是有 是有剛剛Josia說的 所有點 所有點的他的 所有點他的機率連乘起來 對那 像這就是PA A這個點因為他沒有parent 對他就是A 那 C的話 再來是B B的點有一個parent 所以他是 他是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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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B 機率of B 然後 Given A 就是這條 這條線 這條線段的 的機率 條件機率 在乘上 在乘上C這個點有的 C這個點的兩個 兩個兩個 parent 這樣子 A B 以之情況下 然後C的機率 這樣子 他是有這樣子 有像圖是有這樣子的 來 判斷說 來形成一個聯合 聯合機率分佈的 這樣子的 的式子 對 那無像圖的話也有類似 也有類似的方式去表達他 對 那 無像圖的表達方式的話 所以是 無像圖的話比較特別 他 他的話要定義出 他的話 你的圖的話是 是這樣子 我們怎麼定義說這幾個 X1 X2 X3 X 之間的 的聯合機率分佈 的聯合機率分佈呢 他其實比較特別是 他有定義一種圖形結構叫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什麼叫做 我先講什麼是 Click Click就是說 那三個 任何 任何 任何的點 他們之間是全聯通的圖 他就是Click 那 如果他在 任何一個圖上 新增一個Node以後 不能夠形成一個新的 新的全聯通圖的話 他就是MessMarkClick 對 也就是說 我舉個例來說 就是說 你可以看右下方 左上方綠色這個點 這兩個點的話 他隨時可以在這個圖上 把這個點加進來 然後他就形成一個 新的一個全聯通圖 對 所以說他 這兩個點呢 針對這兩個點來說 他們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全聯通 全聯通的 的情況 但是他卻可以 他新加入 進來的點 又可以形成一個全聯通圖 所以說他是一個Click 但是他不是最大的Click 對 那什麼是最大的Click 就是說 就像剛剛說的 這三個 這三個點 這三個點 沒有 如果我再把第四個點加進來 第四個點加進來以後 這邊還少一條 從左上到右下的線 才會形成 這四個點互相形成全聯通圖 對 所以說 新加進來的點沒有辦法 讓他形成新的全聯通圖 對 所以說 這三個點就是 Full 就是MessMarkClick 那為什麼要說這個就是 無相圖的話 全部的 機率的連成都要適用 這個一個圖上面的MessMarkClick 去做 對 那 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本書沒有解釋 對 那可能 看起來是在 這篇Paper上面 的做法 那就是說 剛剛說有像 有像圖上面的 連續機率 連合機率分佈 其實你可以轉到 有像圖其實可以轉到無像圖 對 轉到無像圖以後 的話的 連合機率分佈的形式的話 會改成 由MessMark 這個圖上面的 所有的MessMarkClick 來 來組成 對 這是一個 已經變成一個 一個習慣了 一個 一個固定的做法了 那個 無像圖的固定做法 所以說 這個X就是 所有變數 對 所以Px Pofx就是 聯合機率分佈 那所以這個 任何一個圖形 上面我想要 我想要表示他的聯合的機率分佈的話 聯合 表示說他現在 在資料的聯合的機率分佈的話 那就是說有 會有一個 Energy function 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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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ntial function 對 Energy function 會有一個Energy function 那這個Energy function 跟 會有一個Energy function 然後跟他的 跟他的指數 跟對這個Energy function做指數 得到一個叫做 Potential function 對 那所有的 機率的分佈呢 都是由Potential function 連成 所 所 所組成 那 所以說 那什麼是Energy function呢 Energy function就是 Energy function的話就會是 點的集合 就是說這三個 這三個 就是說會是圖上面的所有的 Meshmark click 對 Meshmark click 所組成 對 那所有的 圖上面所有的Meshmark click的 連成 連成起來以後再做一個 所有Meshmark click的連成 那這些 這些連成出來的Meshmark click呢 他在不同的 變數的 不同的變數的情況下的話 他其實 我們還是需要做一個 Nomalination 因為才會是一個機率 這樣子 因為 Energy function的話 不是我們 是我們 是我們 所自己定義的 對 我舉個 舉個這邊舉一個 例子好了 就是說 這邊圖上 這邊書上是用 這是一個 這是一張影像 用Denoising 這個當例子 那這個影像的話 只有兩個詞 一個是1 一個是-1 1可能代表黃色 然後 -1的話是代表藍色 對 那 那中間有很多的Noise 那這些Noise是以倫等的1跟-1 然後來灑在這上面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開始做Denoise 這個動作 那怎麼樣的做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張 有 我今天有一張 有Noise的圖 對 有Noise的圖 對那就是 就是右邊這一張 那 我把那張圖擺在上面 擺在上面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是這些紫色的點 那就代表它是椅子 也就是說我今天 有一份椅子的點 的Pixel 那我把它擺在上面 這樣子 那下面呢 這邊呢 是另外一張圖 那另外一張圖呢 這裡是位置 也就是說 這是我們要求的 那椅子跟位置 那 那下面這張圖呢 點跟點之間 是Pixel 所以它一定是點跟點之間 有Pixel的連接 對那它連接的話就是 跟相似的點 做連接這樣子 那 那上面的話是 是 對 那 上面的話不用連接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求下面的 所以 上面的點 上面是Noise的圖形 然後跟下面的位置的 我們要求的照片 是做一個 連結這樣子 那形成了 這樣子一個 一個 馬卡夫 Random Feel 的 這樣子的圖形 出來 對那我們要求說 這裡面該填 什麼樣的值 對才可以讓 對那 那 這些Noise的 上面Noise的值的話 是1 或者負1 剛剛有說過 對 那現在來就是說 現在 來的就是說 我要求的 其實是什麼 是說我要 我要在 X是 X是我要求的 X是我要求的 的照片 Y是我已知的噪音 噪音的照片 在X跟Y這個 形成了一張這樣子的圖形的 上面的話 我要求得一個機率 我要求得機率的聯合分佈 對 那使得這樣子的聯合分佈 是 是 是最大的 對 最大的 對最大的機率也就是說我任意的填 S跟Y 我任意的在X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東西的意義其實就是說 你其實必須要想辦法 讓所有 那張你未知的點上面 去嘗試過所有的 1跟負1的組合 來跑過所有的 所有的未知的這些照片的組合 然後 然後 那這些照片的組合 那個點跟點之間就是這個 SI跟這個 YI之間 以及 SI跟周圍的 對 就是 線段之間 圖形線段之間呢 是有定義他們的關係的 他們的關係就是我剛說的 Energy function 對 就是就會是一個 Energy Energy function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SI跟YI 仔細看他們會 他們是一個 Mess-Mark-Leak 對 然後這個 Mess-Mark-Leak 因為他們 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新增加 任何一個其他的 的neighbor的點 再形成一個全聯通圖 對 所以說 現在這個組成出來的 他們設計出來 組成出來的這樣子的圖呢 X跟Y 的線段會是Mess-Mark-Leak X跟X之間也是Mess-Mark-Leak 對 所以說剛剛有說 對 所以 所以 Mess-Mark-Leak之間呢 會有Energy function 對 Energy function Energy function的關係 就是說他們會有一個數值 Mess-Mark-Leak之間 Mess-Mark-Leak所組成的 在圖上面所有的 剛剛有說所有的 Mess-Mark-Leak 的 的集合 都會有一個函數 來代表他的 他的 他的意義 這樣子 對 會有一個函數來代表他的 像是機率一樣 對 代表他的能量 這其實是代表能量 對 那我們的目的是 我們的目的是要讓 這個能量的值 這個能量點跟點之間的 不管是 所有的Click 就是點跟Y X跟Y之間的 的能量以及X跟X之間的能量 要盡可能的比較小 因為 對 要比較小 是比較 對 是比較小 對因為這邊是一個 指數的導數 對 所以他如果比較小的話 經過 比較小是負的 的話 那他的指數就會變比較 指數的值就會比較大 那機率就會比較大 聯合機率就會比較大 對 也就是說這個意義是什麼呢 我意義是什麼呢 我替每一個 每一個Click 在這裡的話就是 就是點跟點之間 定義了一個能量的方程 那這個能量方程我要讓整體的 然後 這個能量方程呢 Click跟Click會相乘 不所有說所有 所以這張 有些這個有像 這個Noise Noise的照片跟不是Noise的 的照片所組出來這個圖中間所有的線段 Click的這個線段會 會 會相乘起來 對 會相乘起來 對 就是說會 會相乘起來 所有的線段跟線段之間的 Energy 的Energy 因為他們 線段之間有Energy 的方程 對 那Energy的方程要 越小越好 對 不是 Energy Energy 要越小越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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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Potential 這個指數叫做 經過這個 叫做波茲曼分布 對 那 那 出來以後就叫做Potential Potential值 對啊 Potential的值的話 要連成 對 也就是說 每一個線段之間有一個能量 那 那再經過 Potential以後會變 會會要盡量 Potential就要變大 這樣子 對 那Energy要這樣盡量小 那Potential要盡量大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成說 線段跟線段之間 透過Energy 的定義 產生了一個機率的分佈 對 產生了一個機率的分佈 產生一個機率 那這個機率的話 就跟有項圖一樣機率的 每個 每個點跟點之間的關係 Click之間的關係連成 連成起來以後 再做一個 Normalization 這個 這個Normalization就是你 你剛成的那些Click Click所有的Click的 加起來 不同 不同種類的所有的Click的加起來 也就是說做一個Normalization 因為機率必須要是0到1 所以你 你所有的組合啊 剛剛所有連成的組合 所有這些線段連成的組合 它有各種不同的變數 那 下X的I 任何一個點 可以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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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子的組合 那這些所有的組合的可能性啊 對 就是 就會 所有組合的 相乘起來 然後 不同 不同點之間 1跟-1所有的組合的可能性 就把它累加起來 做一個Normalization 對 所以它意思就是說 嗯 對 那就是 就是 這樣子 我就比較能夠解釋說 它定義 Energy Function Energy Function 現在大家 有沒有比較清楚 這個Energy Function 因為如果你不理解這邊 接下來全部的東西很難的 很難的東西都是 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我看一下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有 有想要 提一下說 提一下問題說我到目前為止你們理解了 這個Energy所代表意義了沒有 對啊 喂 大家大家都懂嗎 對 我是還沒有講說這個Energy怎麼定義啊 的定義 這個Energy的定義是你要靠你自己去定的 也就是說 等一下我會解釋 但是我現在先解釋到說 說 任何的點 就是以這個情況來下 就是點跟點之間有一個關係式 那這個關係式的話就是 就是相當於他們之間的 的Energy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讓Energy要 要盡可能的小 因為 盡可能的小的情況下 對 然後把 然後因為 Energy盡可能 Potential Energy盡可能小 但是會使得Potential 會比較大 也就是說 點跟點之間有個Potential的值 然後這Potential值互相一直沉起來 每個 每個線段之間互相沉起來 那就會形成他的 就是 就定義成他們的之間的機率分布 對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使 這張疊起來的圖 的無向有噪音的圖 跟 跟你要求的圖之間 這個聯合的機率的分布要盡可能大 我們要找出什麼樣的X跟Y的全部的組合 可以使我定義的 我定義的這個能量之間 這個能量 盡可能的大 對 Potential的值盡可能大 這樣子 這個有點像我們在念物理的時候 不是有念量電磁學 你把X跟Y想成晶片的電荷 通常這兩個電荷相乘 就是潛能就等於他們兩個正比 他們兩個電荷的 電荷量相乘 這個是在我們好像在電磁學上學過 所以就把所有的 兩兩的 Internation的這種能量加起來 就是總能量 總能量再去 Joyce Potential 就是變成 一個 機率 大概是怎樣 概念 沒問題 好 因為好像很多很多地方都會用到這個 對馬卡夫 Random Phil Energy Function 這樣子的 方式 這樣子 對 我聽不到 怎麼聲音這麼小 對好小聲 對好遠 喂聽得到嗎 有有有比較大聲的有 不好意思 我剛剛想到另外一個例子 可是那個 Alan他講的那應該比較直接了解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就是小磁鐵 就是小磁鐵之間的能量 跟小磁鐵在那個外磁場裡面的能量 嗯 那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沒問題 還是有人 對因為還是有些 領域的 都有接觸過這樣子的東西 對好 那其他人都理解 對 因為我這邊講比較細 不是下面的東西可能會講比較快 因為這邊 這邊 Click的架構不需要 要很清楚 我才有辦法 一直一直往下 那個很 那個 講下面講比較快 這樣子的 嗯好 那就是說 呃好 那 這個Alan 這個Energy到底是怎麼定義 這也是 是怎麼定義 可以看 可以看一下 這個Energy的定義的話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出來他的定義的方式 是這三項 這三項的話就是說 X 我們先看這一項 是XI跟 XJ相乘 這是相對關係 也就是說他的值的話 是1跟負 他值剛有說是 X也都是 也是會是1跟負1 對 所以說 這個Energy 我們要讓Energy最小的話 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 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 因為這邊 前面這邊都是負的 對 所以 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 XI乘SI 跟 SI乘YI 都要是正的 也就是說 他們 進 這個 這個式子的定義的話 Energy要比較小的話 就是說 我跟我周圍的neighbor 的數值要很接近 然後我跟我外面的 我跟 有noise的image的數值要很接近 對 在 我跟我neighbor的數值很接近 跟我跟 我的neighbor的數值很接近 我跟我的noise的數值很接近的情況下 那我這個Energy的話就會 就會比較小 這樣子 對 所以他是他定義這樣的程式是為了讓 我如果嘗試所有的 X跟 X的E跟負一的組合 找出來的值的話要 要儘管讓左右是接近 同時間又讓 Y跟 讓 S跟Y 是比較接近 但是因為 因為你的X 中間的neighbor 比較多 有四個 但是你的noise的 線段 Click線段 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其實他比較會受到neighbor的影響 他會 他會比較接近 他其實會比較接近neighbor 對啊 所以他好像有放大了一下 跟 跟Noise照片會再接近一點 Noise照片 對 那這是指相對關係 就是說 就是說 他們兩個 只要比較接近 他們兩個只要比較接近 但是如果 如果他們兩個 如果 對 那同時間他又設定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底色 對 對 這是 這邊都是相對值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E 可能是 E或是負一負一的這樣的組合 但是如果 他們兩個的 如果情況是他們兩個都不 如果情況是他們兩個都不太接近的情況下 可能是bundary 或是一些 bundary或是一些 比較特殊的點 也就是說 他這個點 傾向於 不要跟neighbor 像 對 不要跟neighbor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點 他如果在圖片上面傾向於不要跟他neighbor 比較像 也不要跟這邊比較像的話 那就會 就會是一個我自己定義的 Si 對 就是說我可以定義說 Si 的話 有透過H我設E 的這個情況下 我可以 我可以定義說我Si 可以是 可以是E 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我H是E的話 那 為了這個 energy 如果H這 參數給E的話 energy 要比較小的話 Si會傾向於多次負一 對 也就是說底色的話 底色如果遇到有需要有衝突的情況下 他底色會 底色 Si的底色都會傾向於負一 對 這是他一個保留 讓他 讓他 讓他有一個 所以他這個圖的話 必須還是要有一些 你自己判斷的 你自己判斷他這個圖 應該要 的底色應該要是怎樣 的這個情況 對 所以他的 energy 其實他的設計 他的設計的話 點跟點之間的關係 為了讓 energy 最小他的設計 是有一點這樣子的 的含義 讓我跟旁邊的 比較接近 那我跟 noise 也比較接近 但是 旁邊可能會強一點 對然後底色的話會是 喔他 他這邊設0 那對他的 他的例子最後 求出來的結果 他他試著 他把參數設為0 也就是說 他不預設任何的底色 讓他自己判斷 那在這種情況下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去求這個整個 整個 定義出來以後 去求這整個 那個 嗯 嗯 去求這整個 聯合機率分佈 也就是說我剛說 點跟點線還是click 然後相乘 然後 去求 去求聯合機率分佈最大的 X 什麼樣的X跟 XI的組合 1-1的組合會使得 聯合機率分佈最大 那 那求法是什麼樣子 求法是什麼樣子 他其實 他對 求法是怎麼樣子的話 他是使用 一個叫ICM的算法 這個ICM的算法是local 是local的算法 也就是說 是local的算法 並不是global的算法 所以效果 其實不一定很好 他的做法是 他做法很簡單 就是說我 我對每一個點 我試著去嘗試 就單獨 單獨對每一個點去嘗試 就是現在如果是-1 我去嘗試-1跟1的組合 可以使 帶進去以後 可以讓 可以讓 我一次只改變一個變數 對我從 我一次只改變一個變數 然後我一次改變變數 他是1跟-1的組合 會讓周圍的energy變小 帶入方程以後 會讓周圍的energy變小 的話我就保留住這個 然後我一直往下 對 一直往下去嘗試每一個 這樣子 然後讓 然後嘗試到所有的 說嘗試到所有的pixel以後 他就 他就 就決定說現在的 點大概是1跟-1 對 1還是-1 這樣子 那他效果的話就是說 會有一點 還是 就是會有點去照 這樣子 但是 但是他其實說 global的 global的方式呢 同樣都是這個energy function 但是求法有很多種 求法很多種 一種是剛剛說的ICM的方法 對 那另外最好的那一種是叫做grave card的方法 但他沒有在這裡 這裡 這裡提到grave card的方法 對 對 那 那 還有一種方法 他有提到就是等一下可能會講的 sumplata的方法 也就是 believe propagation 自信度傳播的方法 對 那自信度傳播的方法的話 對 等一下會 所以會解釋 那好 嗯 那 他效果他是說比ICM再好一點 對 我們現在如果說做mancy learning的話 我們不是會定一個ros function 直接兩個 像 用 用一般的比如square rows 或者是 virus cross entropy 去當 less rows function 去做最佳化 對 那他沒有 這些東西是 還是說 你說 太強要透過這個anity去做嗎 如果 他的概念 可能跟這邊 不太一樣 對啊 如果你是用 min square的方式 那一定是說 我點跟點之間相減 那我乾脆就 然後再定義一些 例如我跟旁邊之間 要綁接近 然後我再去做 我去求 怎麼樣的x 使得他ros function最接近 這樣的方式 可是 這跟 這跟 這裡 特地 這個 用這個方法可能不一定會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他就是說 我們 有馬卡夫倫登 這樣的方法可以來做 透過規復的方式去做image的denoising 然後透過 解 解這樣子 解他的機率的 分佈的方法 這樣子 對啊 你說的 SJ 就是說 他們自己原來 在這個 未知的原始影像 他pixel之間的 的 相異程度 就是他的dependence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SJ是上所有的 這一點到他所有的其他影像嗎 IJ的話 你說的是哪一個 第二項 就是那個上 SJ 對 就是上面的第二項 就是1.0那個 beta 真的嗎 對 這個的話是說 是XI跟周圍的neighbor Rose跟neighbor 對 是neighbor 之後就沒有了 對 neighbor之後 全部可能的pair 對 但影像是很正常 影像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一階的 一階就是他希望可能是跟他附近的像 當然可能是有些做法是說 我可以把這個效應擴散出去 就是說 比如說二階的 二階的turn 就是說 我的 距離我兩層 兩個node 兩層的node 考慮這個也可以 好像應該有這種做法 對 我覺得應該 應該可以啊 對啊 就是 對 就跟你做暖身任命的nomination一樣 就是你可以定義說 其實你要 你要 你要 你要綁多近 對啊 綁多大 這樣子 對 應該可以啊 應該可以啊 這邊其實 這邊這本書是2009年了 對 對 2006還2009 對 他的方法比較舊 對但是這整本書幾乎都在講 舊方法上的原理 對 好 那其實說 我覺得那邊 剛應該 對 講到這樣 對 應該是沒什麼 好 那就是說 有項圖的話 其實可以轉無項圖 那其實 透過剛剛 有項圖的話 他的機率分佈 這些都是位置的變數 那我可以其實都透過 px1 跟px1 的條件 的每一個 我把每一個node 他的 他的機率的分佈 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有項圖的聯合機率分佈 是寫成這樣子 那對應到一個無項圖 馬卡夫鏈 對 的話 他是無項的 他的 他的定義的方式 這兩個剛好是 每一個線段剛好都是 對 所以他的寫法剛好就是也是說 哎 剛的potential function 1跟2這個點 這樣子連成起來 那然後再做所有potential function 所有 所有變數組合的 的 值的總和 來做一個normal dimension 那這兩個圖的話 以這個馬卡夫鏈 有項跟無項來說 他的圖是非常接近 所以其實你定義 Click這件事情的話是 還蠻吻合的 然後但是你就是要定義 定義點跟點之間 他的energy function 是怎麼樣 來根據你要解的問題 對 想要處理的問題 所以說有項圖跟 有些很直覺的可以 可以轉過來 對 那他說那有一些不是很直覺可以轉過去 對 那不是很直覺可以轉過去的話 轉法是什麼 對 轉法就是 轉法就是 你的 你的配論之間 任何一個點 他的配論之間要是 就是要形成Click 也就是說你看這個 這分 你看如果你今天你的有項跟無項圖的轉的轉過去 他的聯合他的條件機率分布 要要要做一對一的這樣 經過一對一這樣的吻合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任何 只要任何只要是Click的 的線段 他其實就要被定義成一個Click的方式 也就是說 同一個變數 同樣相同的變數 像是2跟3 這樣的變數 他就要形成一個Click 對 所以就是說 我的點跟我的 我的 我的點跟我的 Parent 對 我的點跟我的Parent 要形成Click 對這樣子才會 才有辦法做一個 比較好的 一對一對一 也就是說 我今天我這個 這個點1的話 他沒有Parent 2沒有3沒有 對但是4的話 他有3個Parent 那他3個Parent的話 要形成Click 所以他 你要把 你自己的點跟 你的Parent的點形成一個全連通的圖 對 然後變成這樣子 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很明顯就是說有項圖的 這一條的話就要變成 對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就把它變成全連通的圖 對 那全連通的圖的話 你就可以定義說 你就可以找出他們的 MathmarkClick 對 那123的話 是Click 234Click 134Click 對 所以就變成說 123 是這樣子 123 234 124 對啊 這樣是Click吧 123 對啊 124 234 124 對 是Click 嗯 對 對 那把 Parent之間變成 所以他其實說 一個一般式的做法 就是說你Parent之間要Marry 要結合 要結婚在一起 那結婚在一起的話 就是說他要變成全連通圖 那這是一個一般式的做法 對 那變成一般式以後你再把它的Click找出來 然後去 去做 去做 去 把它Click寫出來 對 那Click寫出來 其實不一定會跟 有項圖的 做一個完美的對應 因為有的時候你看 123 對 對應到這樣子 然後12 234對應到這樣子 然後124對應到 也就是說 X1對應到 左邊的Click S2的話對應到 兩個Click 對 然後 X2還對應到三個Click 就是對 所以不一定會只有一種 一種的結果的轉法 這樣子 對 好 這邊我簡單 這邊其實 我覺得 這邊 其實他意思就是說 有項圖跟 無項圖轉過去以後 條件獨立 條件圖 有項圖本來有他自己的條件獨立 的特性 那你轉過去無項圖以後 無項圖就會 無項圖的點已經 點 無項圖你轉過去以後 他的 結構 圖形的結構已經改變了 那他的 他的 條件獨立的特性的話就是 跟 跟剛剛Josea講的條件獨立的特性 其實判斷的方式是不一樣 就是 Block的特性 像無項圖的話就是 C跟D 如果是已知 AB的話就不會是 條件獨立 這樣子所以不同 有項圖轉無項圖以後 雖然你可能 可以在 Energy Potential function那邊 做 做到對應 然後機率的算法可能也會 結果 可以差不多 但是不代表他完全一樣 就是 起碼有些Node的 特性 條件獨立特性已經 消失 已經不一樣了 對 那大致上 是 他是在講這件事情 對 然後 然後 其實現在 最後進入 Inference 在圖形模型上面 Inference在圖形模型上面 是比較重要 就是說 就是剛剛說的 ICM 那個就是你Energy Function那些有了以後 你要怎麼求 你要怎麼求他的 他的 要怎麼求 對 求他的 那些X 的值應該要是要怎樣子 對 所以就說 在圖形上面的話 我們如果要做Inference的話 其實 其實我們要求的 大部分只有兩種東西 一種就是說 可能是求Marginal Marginal的結果 對 另外一個是求 聯合 機率分佈 對 如果我今天有這樣子一個圖 對 這樣子的圖 X跟Y這樣子 的圖 那都是位置 這樣子 那我可能想要知道 我可能想要知道 圖可能真實更複雜 對 我可能想知道PY的 他單獨他的 他的機率分佈 那我就必須要把 X這個變數的各種可能性 積分起來 對 也就是說 PXY PX.Y 的話 這樣是他的一個聯合分佈 對 本來是一個 這個是他的聯合分佈 對 一切都是從 這些 這個 這個式子開始 就是 就是 給你一個圖 你定有他的聯合分佈 但是我偏偏想知道 我偏偏想知道 PY這樣子的機率是怎麼樣 那我就必須把另外一個 變數的 變數積分起來 那我就可以得到他PY的 PY的機率 這是一種 我如果有圖的情況下 我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 另外一種就是說 我可能 第二種就是我可能 會直接想求他的 簡單 更簡單 我想求他聯合機率分佈 所以我不用積分了 我只是想求 X跟Y怎樣的組合 所有的組合 怎樣子可以達到一個 最大的聯合機率分佈 對 那所以我就求出 X跟Y的 什麼樣的max 的 X跟Y什麼樣子 可以達到這樣的情況下 那有第三種 有 對第三種 我們可能在圖上面 可能要求了 就是說 我圖上面可能有部分 已知 部分未知 對 那部分已知 部分未知 我又知道他的關係是 對 那所以說 右邊 右邊這邊也是一樣 是聯合機率分佈 對 聯合機率分佈 也就是 那由貝斯定理可以知道說 他的 Px P of X乘上 P P of Y Given X 這樣子 也就是他這樣子的聯合 機率分佈 其實也會 會等於他反過來的 PY乘上 等到這個 又 P of X Given Y 這樣子的 聯合機率分佈 對 這是導過來的 透過這個式子的話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用貝斯 我們可以去算 Mesma 也是一樣 應該說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去算 在P已知的情況下 Y的 P我們 是已知的情況下 對 本來他圖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們 我們硬要 我們硬要反過來 去求證 在整 X值是怎麼樣 使得 我中間有 有定義他的 Energy 或是 有定義他 在無像圖上 我有定義他的Energy 那怎麼樣 我在我定義的Energy 的關係式下 對 那我的 PY是已知的情況下 X應該是要怎麼 怎麼樣的值 可以使得他的 條件機率達到最大 對 所以我可能就是 一樣是嘗試 暴力法都是一樣 是嘗試所有的 X的可能性 但圖很大的時候 你不可能跑完 就 求效率就是 接下來的算法 要求這些東西 其實他都是要跑過 他所有的東西 都是要跑過 就以這個為例子 都要跑過所有的 X的可能性 跑過所有的 其他 變數的積分 所有變數的可能性 就是 達到你要的 球的東西 所以 對 那下面講的 會講兩個 接下來都是在推導這兩個算法 一個叫 Sum Prada的算法 那這個Sum Prada的演算法 還有一個叫 Max Sum的演算法 對 那這兩個 Sum Prada演算法就是 就是我給定你 就是我要 我要去算這個Py 就是說 任何一個節點 我想知道單獨 單獨這一個 任何一個節點 它的機率 它的機率 那我可能有 Energy Function 那我 我已經有 他們各 各 線段這些Energy 定義好了 對那我想知道 他這個Py 單獨的 Y這個機率 的 的機率值 應該是 對我積分所有的X 我想知道Py的 的機率的函式 是怎樣 對 那 或是我想知道最大 聯合機率分佈 對在這個Energy 定義的 的情況下 對 就有一個 跟一個Sum Prada 的算法 對一個是求這個 一個是求 聯合機率分佈 那這個例子沒有 沒有出現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接下來 我可能 我會講這個 這個比較多一點 那我 但這一個 這個MaxSum的話 是這一個 它推倒了很久了 這個這個市值的 幾乎是一樣 然後只是把 只是把 Summation 把 Prada 把連成像 改成Max像 所以他們其實市值在 就是幾乎是一樣 大家看懂這個應該 這就很快 對 所以就這邊可能就不太 就用講的 對 大家 不會這麼累 就說 如果 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給了一個 又回到這個例子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 的圖形的結構 那 它是無像圖 那它的Energy 就像剛才這樣子 對 那我已經定義 我已經特意定義好 它的Energy的 方選的 的 的韓式是怎麼樣了 對 那我要求 任意一個點 看一下 喔 對 我如果今天中間有一個N的點 那我想要求這個 XN在正中央有一個 正中央這個點的 機率分佈的話 那照剛剛這個市值的話 很明顯你要把 你要把 這邊已經是它的聯合分佈了 它的聯合機率分佈了 這個X是所有的變數的 那我想特別求某一個 向的機率分佈 我就必須把所有的其他的點 的值都 都嘗試過 都應該說都積分起來 對 都積分起來 所以就積分就是Sumption 我就把所有的 可能性都積分起來 那所有的可能性都 其他的變數的可能性都積分起來 最後就是 我這個PSN 就是這個 就是剛說的 這樣的市值 那說 那這樣子 這樣子的市值呢 的話 這樣子的市值的話 這邊是 你就變成會Sumption左半 跟Sumption右半的變數 對 右半邊跟左半邊的變數 所以就會變成說 有 那 變成說它用符號一個代替 叫做Message Passing 它的它積分左半跟 積分右半就其實就是定義 定義它的Message Passing 對就變成 左半右半的 Message Pass 這樣子 就是 對 所以說 在這邊定義 所以說 我要求任意一個 SN 的 Message Passing的機率 就相當於是 積分左半邊的變數 跟積分右半邊的變數 對 然後 對 所以 沒什麼特別的 對 這只是一個 從頭到尾 都是在 積分 其他的變數 只是 會有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 簡化的 的市值 想要 想要帶出一個 簡化 然後帶出一個Recursive的Function 一個 自Recursive的Function 我們就 反正就繼續往下 對 有興趣 就 就一直看 對 所以它就會 把它帶成 簡化簡化 變成一個Recursive的Function 對 那最後的話 就會變成說 其實 其實最後你就可以看到 剛剛其實 已經差不多 就是說 就是說剛剛已經有看到 你其實 從頭到尾 你要求某一個變數的 的 Martial的機率的話 就是 對這個變數的點 求它左半邊的 Summension的 比如說變數的Summension 對 那以及 它所有右半邊的變數 的Summension 對 的組合 累加起來所有的機率的結果 就是它的PSN 那 呃 對 所以左半邊是 就是叫Forward 右半邊叫Beckward 對 那 對 那就是 就是說 其實意思就是 這樣子 沒有太那個 太複雜了 對 對 只是 簡化成一個這樣子的式子 給你看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是這個式子 對呀 好 那 然後 對 剛剛這個叫做 Sumplata Sumplata 還沒有 還沒有完成到Sumplata 只是 對 還沒有 還沒有 對 好 那 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說它的解法 它的 實作上的解法 雖然理論上是把左半邊跟右半邊 的 但是 雖然理論上是把左 是把其他的變數做積分 但是實際上你想想看 這個Tree裡面有N個Node 如果我每一次都要做 做這樣子 我每做一個點 我都要重新把 重新把所有的點 做所有的變數都積分一次 那這樣的計算量其實很大 我有N個點 如果我任意的想要對 N個點都算它的 每次都很大 所以 其實Sumplata Sumplata等一下會解釋就是 我只要計算 我只要先計算某一個點 那我在計算過程中 中間 所重複到的路徑 我就把它存起來 那這些存起來 我在其他 其他的點要計算 它的Marsional的時候就拿過來用 這樣子重複利用 我就不需要 有這麼大計算量 那 他計算的時間就會變成 OderN 對啊 跟Node的 數目是一樣的 對 Sumplata主要是 它這邊的實作 那 那 這個Sumplata 那 無項圖的 跟有項圖的Tree的話 可以適用在Sumplata裡面的話 會有三種的圖形結構 也就是說 你只一般 它只能用在 非Loop的 非Loop的圖形 也就是說 就是要是Tree的圖形 那無項圖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 是Tree的圖形 Tree就是 它 任意兩個點之間 不會有第二條路徑 對 會不會形成Loop 那有項圖的話 就是 就是這樣子 但 但有一種特殊的 有一種特殊的圖形 在這邊有討論 就是叫做PolyTree PolyTree的話 是 所有的Tree裡面 每一個點的話 它的Parent 都只有一個 對 但是的話 沒有 應該說沒有Loop的Tree裡面 的話 大部分 的Tree 沒有Loop的Tree裡面 大部分 每一個點的Parent都只有一個 但是有一種圖形結構 在有項圖裡面 它的 點的Parent會有兩個 對 那這有兩個 Parent有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 這個有項圖轉無項圖的時候 剛剛有說過做Marriage的話 你會把你的Parent 之間做Marriage 也就是說 你會把你自己跟你Parent之間 形成一個 全連通的圖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們就 它形成的 這個有項圖轉無項圖的話 就會形成有Loop的圖了 對 那有Loop的圖 形成有Loop的圖的話 等一下 SumPrada就不適用了 對 的算法 就不能適用 所以就變成說 才會衍生出 我們需要 我們無項圖呢 還不是 還不是那麼適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轉一個圖 叫做音質圖 對 音質圖 那一般 SumPrada 或是Messum 這些演算法 的一般式都是 BaseOn 音質圖去用 對 就音質圖可以形成說 可以再轉成音質圖的話就可以 變成 沒有Loop的圖 那音質圖的話 嗯 音質圖對應 音質圖的話 它對應 音質圖它對應 有項跟無項 不會只有一種 一種形式 就是說一種有項圖 跟一種 無項圖之間 它可能會對應 很多種不同的 Factor Graph 對 所以它可能有不同 對應的形式 這樣子 對 那音質圖的話 就是說 我把圖轉成音質圖的時候 會多出 會多出它的Factor 對 那這個Factor的話 音質圖的話 就是 它的聯合機率分布的定義 就是有Factor的 有Factor 有Factor之間的連成 對 所以如果你看到 音質圖就是會多出 這些正方形的 的區 的點 這些點呢 代表點跟點之間的 關聯性 對 就舉個例來說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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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寫法可以有很多種 對 但是 就像這樣子是有項圖的話 那我 我就產生一個 因子的節點 那這個 這個節點就代表 它們之間的 關聯性 對所以說 這個因子的節點的話 就 因子的節點的話 就是它就連接 X1 X2 X3 這樣子 對 那 那 對 所以本來它的機率是 PS1 乘PS2 再乘上 第三項這樣子 的話 這個Fact 這個 對於 我如果產生一個 因子圖 的節點 然後 把這三個包起來的話 它這個因子圖 寫點的對應 就相當於是把 這個這樣子的機率 帶過來 它 這邊只是在解釋 就是有像圖跟無像圖的圖之間 他們的 寫他們的機率的對應 看起來會是這樣子 的對應的方式 一個圖的 有像圖轉音子圖 會不止一種轉法 其實最基本的轉法 就是說 可以說每一個點 都可以有一個Factor 出去 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點 我就拉一個Factor 出來 任何一個點 我就拉一個Factor 出來 任何一個點 那這個 這個點 它有兩個 Parent 我就拉一個Factor 出來把Parent 和我自己 Link在一起 對 也就是說 就是說我拉一個Factor 出來跟我的Parent 做Link 這就是基本的方法 對 所以你可以拉一個Factor 出來 Node拉一個Factor 拉一個Factor 出來 跟我的Parent 他沒有Parent 就不用Link 那這個點拉出來 跟我的Factor Link 他沒有Parent Parent 對 然後在這邊也拉 拉一個Factor 出來跟我的 Parent做Link 這樣子 所以就形成 這樣子也是一種機率 因子圖 對就從有像轉因子圖 對 那如果是你寫成這樣子的英子圖寫法 對照於這邊的話就相當於是 他就說PS1 PS2 然後跟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子的對應 他對應的關係就變成這樣子 對 所以說英子圖的寫法 的關係的話應該也是可以 對應他的 有像圖的機率 聯合機率分佈的形式 這樣子 但他有很多種 對所以看起來你也可以不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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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立幅的立幅的好像可以拿掉 對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對 那 其實你可以拿掉 你也可以 你可以拿掉左邊 然後你可以離直流右邊 就像 就像是無像圖這樣子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可以替這邊拉一個點出來 替這邊拉 拉一個點出來 對 替這邊拉一個點 點出來 然後再替 對 這個 這樣子拉法 無像圖的話比較特別 無像圖的話 無像圖的 它是另外一種 因為無像圖之間已經有定義出 Click了 對所以無像圖的對應的話 Factor的 對應方式盡量是以Click的對應為主 也就是說 他 規定 無像圖轉有像圖的話 一個 Click 最少要定義到 我記得 一個Click最少 要定義 要對應到一個Factor 這樣子 所以說 像這樣是一個Click 它一定要一個Factor 對 就是說 你的 因為 無像圖是有Click連成 Click的連成所組成 所以你 轉成因子圖的時候 規定說 你 你任何一個Node 所對應到的Click 一定 一定的這個 一定要在這裡有找到它對應的變數 的組成的 因的組成的Factor 對 就是對 法治上就這樣子 那它的圖的形式也可以有很多種 對 反正 好 那 轉成FactorGraph的話 因為 其實Sumper達他們那些的算法都是從FactorGraph去做 所以其實 概念都是一樣要把所有的變數雷加起來 對 那只是現在就變成改成在FactorGraph上面雷加起來 對 然後就是說 從Sumper達的算法的話 Sumper達的算法到底是什麼 這裡 這裡其實解釋的 很多啦 但我們先從 Sumper達的算法的 最基本的 它的結論開始 開始講好 對 就是說 就是說 結論開始講對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已經有一個Graph的話 那我就從 它的 我就先從 我剛剛有說過我今天如果要 如果是一個直線的這樣子 直線這樣子的 馬卡服務列 那我要求任意一個點的 P PXN PXN 那我等於是要把其他的變數的所有的值都嘗試過 然後把它積分起來得到它的PXN 對 那就是說 所以我就任意挑一個點當作Root 然後我計算從LeaveNode 就是從兩端邊 兩端的邊緣的Node 兩端邊緣的Node 去做 去做Message PubGate 去做Message PubGate 對 對 去累加所有的 累加所有的 累加所有的那個 對啊 就是累加所有的 他所有的值從左邊這樣累加回來 跟從右邊這樣子 累加回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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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喔喔 喔 我忘了一點沒有講了 對 剛剛有 我 剛剛有一點 Sumperada這個算法一個比較重要的特性 是說 是說 我剛剛有說過 如果單對一個 他的主要的功用是 我 我今天 只要 任意取一個點 的Node 我去算出他的 Martial的機率 機率的值是多少以後 之後 他所有其他的Node的點 都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跑過 所有的路徑去積分 對 那 他的 他的方法其實是 他的方法其實就是說 呃 他的方法其實是 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說我如果要求我自己這邊的點嘛 一個XN 那我就要把所有的 這邊的變數的可能性都嘗試過一遍 然後積分左半邊 積分右半邊所有的變數 然後得 然後加起來 得到 相乘啦 機率分佈相乘 乘起來 然後得到我這裡的機率 對 那 那 那這中間會有被重複使用過的路徑 像是我從這邊加過來 加到我從這邊左邊這邊加過來 那對於這個點來說如果要算的時候我剛剛做過這個路徑 所計算過的這樣子的 的那邊 我只缺我 我其實只缺 如果你右半邊這邊再再多過來一個 再多做過來一下 再多 再多再加過來 把這邊把也就是說把這個變數 再加過來一次 嘗試過這個變數的 所有的可能性加過來 加到這邊來 那我這邊的 我這個XN-1的點 他其實 就 就 拿 他其實就不用算這麼多 他只是需要拿你 剛剛算 你曾經 用過用 我的左半邊是給reuse 所以我還 我還差一點 對 所以說 這個他Sum Prada的算法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從左半邊這樣子 我從我任意選一個點 我從 我積分左半邊 跟 積過來右半邊以後 我第二個步驟 我就是 我重新又把 我重新又把 我重新 我重新的話回到 Leave No這裡 我從 我再做一次 對所有的Leave No 對所有的這邊的點 我去求 我去求 XN跟SE 他的 他的機率 他的P PXN跟PSE 所以路徑的話就會變成反過來 路徑的話就會從這裡 就是說我 我再從我這裡的點 出發到這裡 去累加 這樣子的路徑 跟出發 從我這個root的點 再出發到 Leave的路徑 這樣子累加回來 這樣子 累加 再做一次這樣子 那在做的 不管是剛剛從這邊正向 做過來 跟我這樣子從反向做回去 這個每一個點 每一個中間的點 都要記錄 都要記錄 誰過來的時候 有哪些人 曾經做過來的時候 也就是說 這有點像 Dynamic Programming的做法 就是說 有人在計算過程當中 在中間的時候 計算過程當中 我每個點 都要 都要順便記錄一下 這些 值是多少 所以每一個點的話 我從這裡 正向的計算 計算過來 跟我從這樣子反向的計算回去 對 這樣子的話就會讓每一個 中間的點有完整的 左向跟右向的值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中間的點的話 就只是需要 記錄 對 我只要 任意取一個點 然後累加所有變數 左到右的可能性 同時間再回去 對 再回去做一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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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個 在這裡 我們用這邊來看好了 就是說 用這個sumplata的這個例子來說 就是我今天跳X3當作root的值 然後 我如果定義好因子圖的話 那我就從這裡 從這裡的話 我們到因子圖我們定義成1 因為其實是連成 1就是說這邊不用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是一個這樣子 那就是累加因子圖 累加因子圖這邊的 這邊的 Click Energy Function 在X1上面這個變數的所有的 可能的值 那累加回X2 然後再從X4 這裡 累加所有 X4到X2 然後X4所有的變數的可能性 再累加起來 然後 那X2這個點呢 那X2這個點就把你剛剛累加的 這個累加的 X2這個點呢就是 剛剛你累加出來的這個值 再 跟這個值做相乘 對 做相乘 以後 對 然後 對 然後在最後再把這個相乘的值 再 再 乘上這個 Energy Function 對 這邊也有一個 Energy Function這樣子 再乘過去這樣子 就會變成說 就會變成說 你把所有的 那個透過 就是它 它這樣子 它的概念跟那個都是一樣的 就是把所有的變數 跑過 把這邊所有的 所有的變數 我以這個我要求這邊的PX3 我要把所有的變數都累加一次 只是它是一個 看起來像 它累加的順序是先累加這裡 再累加這裡 然後最後邊在這邊再 再相乘 然後累加過去 這樣 對 那就是 意義都是一樣 我要把其他的變數累加完 然後 递到這裡 只是說 只是說你可以看 我剛說的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 對X2這個點來說 這邊 如果我要算PX2的話 我要算PX2的話 它的順序的話應該就是 X1到X 這邊 X1到X2 跟X4到X2 跟X3到X2 對 再說 它是累加其他三個變數 所以它的累加的變數的順序的話 就是我這邊累加過去 這邊累加過去 再這邊累加過去 對 那 我剛剛 那 對它來說 我剛剛 對這個點來說 我剛剛X3做過一次了 這邊 這邊已經有做過一次了 所以我只差 我只差反向再做過來一次 所以我不需要 我下次做這個的時候 我真的不需要 全部都要重新做過一次 所以 所以說我其實只是需要 這半邊再做一次就好了 所以 所以說 桑普阿達這個算法 意思就是說 我任意的挑一個點當Note 的話 然後你 你就算一次這個 PX3的值 正向的 這邊累加過去 是怎麼樣 那同時間 那 之後你還要再算第二次 你要算以這邊 你要算 這邊 Prop 給出去 到立幅的 到立幅的順序 從這邊的點開始 你要開始 累加這邊的值 累加這邊的 累加從這裡到這裡的變數的值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從 他這邊都是Tree 所以 另一兩點之間 只有一個路徑 所以我從這裡到 Leave Note 我 回來的話是 我從Root的點 到所有 Leave Note 都只有一條路徑 那這個路徑裡面 所有的變數 變數的值 我就累加這邊所有的 變數的值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累加變數的值 然後 我經過的時候 我就把累加這邊的變數的值 存到這裡 然後再把這邊 累加變數的值 再存到這裡 再把這邊累加變數的值 都存到這裡 這樣子 對 那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剛剛 我剛剛在做正向的時候 我在做正向的時候 我這邊累加一次 我其實會偷偷存在這裡 我這邊過來的時候 這邊過來的時候 這邊 其實最後都要把這邊 累加的變數的 Energy Function的值 都存在這裡 但是我在 我在過程當中 就偷偷存這裡 這邊也偷偷存這裡 對 那我接下來 我所以 大家都 每一個Note都會自己偷偷再存起來 這樣子 再存起來以後 那我 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 我要回 我一定要回到所有的LeaveNote 路徑又只有一個 對 都一定會只有一個 那所以的話 就是正向的話過去 好 那 反正就是 我到 我如果所有的LeaveNote都會跑過去的話 的話 那我就會順便把我 我正向過來 所累加這樣的變數值存 又存到這裡 然後這邊 這邊加起來這邊的 變數的Energy的Function的值了以後 Potential Function的值了以後 再把它累加到這裡 對 那 這樣子的話 正向反向你都有了 所以你這樣子 我接下來我要算Px2的時候 我直接 然後我存好以後的 正向的這邊的點 和反向這邊的值 這樣子存起來 直接拿來用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 做兩次了 這是 Sumplata的意思就是 同樣都是在累加 就是你可以很 你可以 你可以 做比較暴力的 去每一次要算每一個Px Px的Martial的時候 你都 你都重新算一次 但你也可以比較聰明的 又把 你曾經走過路徑存在每一個 的 的值存在每一個Node裡面 然後 然後再 再 所以說 這個做法的話 在哪用 這個做法的話等於說要跑一次正向 任選一個點跑到正向 然後再從正向這邊 找到每一個到每一個LeaveNode的路徑 對 找出每一個到要回到LeaveNode的路徑 再累加在這個路徑上面所有的變數 變數的可能性 然後給 在累加到過程當中就Assign給 中間的 中間的值的點 Energy Function的 Energy Function的累加到那邊的點 這樣子 會說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那這個例子的話 是 這個例子的話 是用P2當Root點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對啊 都是一樣 P2當Root點 對 所以 大致上 就是這樣 這只是一個 這個方法就是始作 對 始作 節省 節省他速度的始作 對 那一樣都是把Energy Function 累加起來 對 來求出 周圍變數的Energy 關係的 累加起來 然後 得到 你的Marshall Marshall的值 都是Marshall Marshall的始作 快速始作 然後 對 然後 剛剛有說過 是不是 剛剛有說過 推論這件事情 除了 除了你求Marshall的值 把其他變數 累加他所有可能性 求Marshall的值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 情況是 假設你已經有他 你這兩個變數 大家都是未知的 然後你想求他的聯合機率分佈 然後 你想要求他的聯合機率分佈 如果你要嘗試所有的X跟Y 的組合 所有變數的組合 然後 所有變數 以 在你定義的Energy Function的 情況下 對 然後你嘗試過所有的變數的組合 然後 使得 使得這整個 Energy最小 Potential最大的 的情況下 也就是 或者是這麼說是聯合機率分佈 最大的情況下 的話我想知道這個S跟Y 到底是什麼樣的組合 對 所以就是等於是 這個 對就變成 MasimaSum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算法 那他的做法跟 這個 跟那個MessagePassing 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 連乘 改成 Max 這樣子 連乘改成連加 然後 然後變成 取Max 這樣子 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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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MasimaSum的話就是一個很快速的算法 來找出 這個X是 聯合機率分佈 對 所有的X的組合 那我要找出這個X的組合 讓整個連合機率分佈是最大 然後他這邊有說一個 有說一件事 這其實是蠻 理所當然的 就是說 聯合機率分佈的 某一個 某一個X的值 呃 呃 嗯 就是說 X跟Y的 這是X的可能的值 跟Y可能的 值 那他們有中間對應的機率 那你的P XY的 聯合機率分佈 如果要達到 聯合的機率分佈要達到最大 這個X值呢 跟 XM 要是最大的 的X值 到底是不是 一樣的 對 這答案當然是 不會 不會是一樣 就是PX0的 PX0的話會是 PX0就是P P如果X等於0的話 他的機率其實是剛說過是 PX等於0 PX PX 那他的機率的話其實 剛說過就是把其他的變數累加起來 所以你會把0.3 0.3累加起來 所以PX如果等於0他的機率是0.6 PX等於1的話他的機率 會是0.4 那所以說最大的機率 PX如果是最大的機率的話 X會是0 對因為 這邊Marshall 他累加這邊是 最大的0 但是如果是聯合機率分佈 所有的聯合機率分佈 X跟Y的組合 最大情況下當然是 0.4的組合 0.4的組合 X就會是1 所以說 求 MASMAL 跟聯合機率分佈 最大值的情況 就是求所有變數組合的情況下 的機率最大的那個X跟Y 到底是哪一個 這樣子 那所以說 嗯 太想講 就說 就說 我 就是說 我先 就是說 本來 如果 為什麼他叫 MaximaSum 就是說 就說 我又回到原本的馬卡 浮鏈這樣子了 那如果我要知道 我現在變成我要求 X1 X2 他們各的各個變數到底是多少 然後會 會導致說 在我定義的Energy Function 的情況下 他的變數到底是多少 可以使得他的 他的機率 是聯合機率打到最大 的這個情況下 那當然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對當然就是 市值就這樣子 Maxima1到N 我要求 我要這個機率的最大值 對 這個1到N的對應到底是什麼 然後 然後無項圖的表達式就是 這樣子 這樣子 五項圖的表達是 Energy Function 就 當然就是 Click的連成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到底 X 他們值到底是多少 這樣子 所以就是 Max 那為什麼叫Sum 對我是要求這個市值 那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叫Sum 就是說他明明就是相乘 應該叫Maxima 他本來是叫Maxima Puada 就是說我 我其實要求這樣的市值 這個Potential Function的 然後這個對應的 X1到N 到底是多少 的多少 他是Puada 但是 但是他 他為什麼會變成 MaximaSum的算法 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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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些數值的原因 數值近視的原因 就是說 連成一直做連成 就是Maxima Puada Sum Puada 那邊應該也是有這個原因 也是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裡 這裡可以近視 這裡可以直接 直接做一個更精準的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把你這個市值取LOG 把你這邊最外面取了一個LOG 如果是 那LOG就可以放進來這裡 如果放進來這裡 這邊的連成就會變成連加 這樣子 那他上面有說就是說 你取LOG的話 你在最外層取LOG 你把它放進去內層LOG的話 LOG的話其實值不會改變 因為你是要取X的 對於你要取 你要理解 X1到XN 到底是對應是什麼值 的這件事情是不會改變的 對 是不會改變 因為他們的值一樣是 他們是一樣是地增地減的關係 正向的地增地減 地減關係 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說如果 那因為數值的原因就是說 你一直在做連成的這件事情 倒不如改成連 取LOG原因就是要做連加 就是反正 我只是要取X是什麼 可以打致他值最大 等X是什麼 所以我取了個LOG 那我在中間過程中的計算 就從連成 連成連續的 連續的相乘變成的連加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連成會有 浮點數相乘以後捨位的 這樣子的問題 那如果是連加的話 可以讓這件事情的 更精準 比較精準 因為比較不會 一加完以後就超過 但乘很容易 就超過他的他的 他的精確度 所以 從Messmar把它打 變成取了LOG以後 變成了 變成了Messmar Sound 這樣子 對 那整個就是在求說 整個的話就是在求 這邊 其實他做法 這邊做法跟那個Messmar Messmar 跟那個做法一樣 都一樣 就是 都是在累加 都是在累加左側 累加右側 對 累加左側 但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這邊 只是講他這邊有一點不太一樣 是這樣子 因為我等於是 我要取 我要取 我要 我從任 這邊的他的演算法做法呢 也是一樣 我從任意一個點開始 我任意一個點 我先取任意一個點開始 然後我想要去算 那我從任意一個點開始 但這邊的話不用什麼正向反向 因為正向反向那個 正向反向那件事情是因為我 我PN這邊要 P of N 這邊要算一次Messional 那我其他的點可能也要做 我其他的點也要做Messional 所以我為了要讓 這件事情得到 得到 得到利用 重複的入境得到利用 所以我才做了一次反向 然後讓其他的點 也得到了 也得到了他們 讓其他的點在反向過程當中 也 也累加到那個 他自己剩餘的 那 那 那些Energy 的累加 這樣子 但是這邊不用 這邊只要做一次就好 我從頭到尾只為了要求一個答案 也不會有第二個答案 那就是 那就是 X1到XN 對應的到底是什麼值 對 那 可以使得這整體的 機率分佈達到最大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從任何一個點開始 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X1到XN的對應 可能不只 不只有一種 也就是說 可能有無數 有無數種都可以使得 他達到一個最大值 所以這邊的路徑 這邊的路徑其實是 是從 從 任何一個點開始 然後我要 任何一個點開始 然後我要 我要用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式 也就是說 就是說 從任何一個點開始 從任何一點開始 我要去計算 我要去計算我周圍的neighbor的那幾個點 那幾個點 的Energy function 加到我這邊 的最大值 也就是說 我 這是一個 那個程式設計上面的Dynamic programming 的技巧 就是說我 我今天我任何一個點 我從這個點開始 然後 我這個點 我 這個recursive function 就是 我從我現在這個點開始 怎麼樣可以讓我這個點的值 達到最大 就是我周圍 的那些點 我周圍的那些點 所累加過來的Energy值 我取最大的那一個 對 那這樣子再反向推回去 反向推回去 就讓我 我周圍的那幾個點 也各自去找他neighbor的那幾個點 但 neighbor的那幾個點 然後 也是一樣 從他們累加的那些 那些點那邊 去 去 去選最大的那個 重複了 這樣子一直往外擴展出去 直到你到達 Leaf 直到你到達 Leaf node 的那邊 去 對 對 對 那Leaf node的定義的話 就是 就是 Leaf node的那邊定義就是 會是0跟 Log Log你的 Potential function 就是說對 就是這條線 這樣子的Potential function 加起來 這樣子 對 那所以說 其實意思就是說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圖就是 又是一個馬卡幅鏈 但是他的 但是他為什麼變成這個呢 就是說 就是說他用 二維的解釋的方式 就是說 任何一個 本來是一條線的馬卡幅鏈嘛 對 但是每一個點呢 有有 假設他有K個變數 對 那 為這邊的話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從N這個點開始啊 K這個變數啊 如果N等於K等於3這個變數啊 跟K等於2這個變數啊 其實都有可能對應到 就是 就是說 就是說 有可能這樣這樣子 就是 K等於3 這三個就有可能這三個Node 就是 332 然後可以達到 Mesma的 的機率分佈 那也有可能是 N-2這個點 就是 2121 213 達到 達到了 Mesma 達到了 最大的聯合機率分佈 對 這 這整個情況 都有可能 也就是說你從N這個點 所以我們從N這個點開始的時候 他的 他的neighbor neighbor的 我要我要先 對 從N這個點開始的時候 我要考慮 我要考慮 我 我自己 的各N種情況 同時間也要考慮 對 那個 neighbor 然後同時間遞回去 他也要考慮他N種的 的情況 以及他neighbor 累加的那 neighbor要取最小 的這個 對 就是說我要考慮 我要考慮 從N這個點開始 我要考慮 K等於3的時候 我neighbor的 跟我相連的 我取neighbor 我周圍的這幾個neighbor 跟我K等於3這樣子機率的 potential相乘 但是當然我neighbor要取最大 然後跟 然後再加上我K等於3以後 的這個potential function 的最大值 是不是 是不是最大 然後 那其他的變數的情況 我要考慮 對 然後我同時間 就是一直往外 獲出去 我neighbor一定要取最大 我neighbor一定要取最大 每一個人往外 往外推他的 他的neighbor都要取最大 然後去累加回來 對 然後最後跑過 歸底的方式 這樣子跑完所有的 所有的組合 然後取出最大的 不好意思 想請問 並 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有兩種 就是最大的 那個 組合方式 那 如果說我現在 聽起來是 例如說我選 SN 然後我再建設去看 SN-1 也許 N加1 然後再往外面 擴慮說 N-2 這些變數 他的最大值 然後慢慢把詮號收集起來 那 如果我選一開始 不是SN 然後我一開始 假如選的是 X-1 然後再建設 去看 先看S-2 然後S-2還不確定 就先看S-3 那這種順序 就是我選SN 或SE 會不會影響我最後 收到的 那個最大的 就是組 都會啊 絕對會啊 絕對會 所以你必須把 所有的可能性都跑邊 對 所有的路徑的組合都跑邊 對 這樣有回答 你 就是說 這邊有 這邊 這邊的累加 對 這邊的累加你要跑過所有的組合 對 這邊就是 對 所有的組合的路徑 對 的組合 對 對 對得到 的累加出來的機率的最大值以後 在 在 路騰那邊選 選一個最大 那你就可以知道哪一條路徑 的組合是 是最大的哪一個 是聯合機率分布最大的哪一個 那個組合 對 對 對就是這樣子 對 有辦法 他就是一個recursive的 的方式 從Nord開始一直往neighbor 那neighbor也一直開始 一直recursive下去 這樣子 要跑過所有的組合 這樣 他就說 他說 那個messmarsum 跟sumplata 就是 一個求marsional 一個求聯合機率分布 的做法 這樣子 的實作的做法 對有效率的實作做法 對 那 那他其實又提了兩個 兩個做法 對那 這兩個做法的話 就是說 剛剛那幾個做法都叫做 直接推論 對 直接推論 就是 我是很嚴謹的 要把所有的 其餘的變數的可能性 都跑過一次 都加起來 我也真的在做這件事情 對 都 而且我看起來是加對的 對 所以要直接 很直接的推論 但是 像他這個jump tree的 演算法 就是說 但 這個方法 是 那個你用的graph 一定要是tree 就是不能有loop 否則的話 你看你這樣子 往回 跑回leaf node 或是 跑到root node 中間如果有loop的話 他會一直雷加 這樣子 他會一直不停的在loop裡面做雷加 這是有 這是沒有辦法結 結束 有可能 有可能沒辦法結束了 所以 所以他一定要走tree的 走tree的架構 但是說 如果 你今天不是 一個tree 不是一個tree的話 你就必須要把你的圖 呃 你就必須要把你的圖 你的無像圖 假設你今天那個無像圖 假設他不是一個tree 你就必須把他化繭成一個tree 那他化繭的方式 他化繭的方式 對的話 junction tree這個算法 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也是一樣是 他其實跟mess 那個sumperada 那個算法 他是求marshall的 但是他 他只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他可以用在 不是tree的 有loop的情況下 他怎麼做 他就是說 你找出那個loop 那那個loop的話 你就把他 你家做法就是 那個loop的話 如果 那個loop loop應該是一個 你找到那個loop 以click為單位 把他消除掉 把他變成 對 以click單位把他消除掉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對啊 就說 如果你今天找出一個loop 那你就是把他變成一條線 就這樣子 對啊 對 如果你 對 那是以最大click為單位 然後 消掉成一條線 我稍微看一下而已 他好像就是 反左是他就是消loop 然後用 找出loop 消掉loop 變他的 變沒有loop的路徑 對 就這樣 只是說 他這個 這個做法還不是 跟Sum Prada 那些的做法一樣 要跑過所有的 可能性 對 他也是直接推論 對就要跑過所有的可能性 那 圖這種 做法呢 只要圖非常大的時候 他就是 他你 你不可能 你就很難跑完所有的可能性 就會變成非常困難 對 所以他這邊就是他的 他的限制 對所以 那 喔 我這張第八張是 都是在講直接推論 就要跑過 一定要跑完所有的 正確的可能性 那第十章那邊是講 近視推論 也就是說 就說我有沒有什麼近視的方式 對 那 這個好像就屬於近視 近視 近視推論的其中的 的一種 對 就說 但他不會那麼準確 然後 就是他要 但是可能就比較快 對 那就說Sum Prada的話 沒辦法用在Tree的情況下 對 那 用Rulee 他Sum Prada的方式 也叫 也 也有人叫他 Believe Publigation 也就是說他 他往外算 又 往內算 又往外算 對一直訊息 一直往內計算推 又往外推 這樣子 對 然後 他叫Believe Publigation 對 那 這個叫 Loopy Believe Publigation 他可以用在 不是Tree的結構 但是他的做法 其實很 瞎 那就是說 你有loop 你不管他 那你一樣是 去跑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你 你就是 你就是讓loop 繼續跑 對 那你遇到loop 你就沒關係 你就繼續跑 他認為說 如果你有guarantee 如果你有converge 如果你有converge 你就lucky了 對 你就可以拿來用 但如果沒有 沒有converge 你就沒辦法用了 對啊 所以說那近視推論 但是至少 他可能可以是 是 是可以適用這樣子的情況 好像 可以用在 比較大的 Graph Path across 所有的link 好 這一段我其實 這一句的話 我可能還沒有 去理解 也就是說 他看起來 這個 Loopy Pelieve Publigation 在比較大的圖上面 好像是可做的 所以他的做法應該不是從 不是跑過所有的 不是跑過所有的 變數的可能性 對啊 看起來 我記得 看他好像 他好像有一個什麼 單位的訊息 在 他 好像 我稍微看過 好像是他對每一個node 都給了他一些初始值 然後讓每一個node 就開始跑 對 這到底是什麼原理 這樣子的話 讓每一個node 都 一開始就 大家一起開始跑 然後 然後 讓他達到converge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沒有去 稀開 因為 也就是小小的解釋一下 這樣好像可以用在 如果可以converge 你就可以用在 比較大的圖形上面 對啊 這樣好像比較快 這樣子是不是 然後 對 這個好像 對這叫做近視推論 好像有更多的近視對陣 都是在第四章 所以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 想討論的 可以拿出來 討論一下 大家有問題嗎 那個我問一下 問一下病 或是在場的各位 有人有去鑽研這個pgm model 結合neural network的一些新應用嗎 我沒有 我暫時還沒有 我看那個 那個 YK是不是 之前有在玩message passing 我 網路大概搜尋了一下 我前幾天有 網路大概搜尋了一下 那 看起來也有不少 研究 是把 這個pgm 就套在 Newal network上面 我們今天講的 各種主題 看起來都有 但是 那個內容太多了 所以我也沒有細看 嗯 那大家如果 有興趣 往這方面 專研 可以用google 應該可以找到 最起碼幾十篇相關的 嗯 這本書 每一張雖然輸比較久 但它 蠻多 技術跟現在的 深度學習其實有 相當的一些結合在一起的新研究 嗯 他並不是說 這些技術都是老古董 現在沒有人用 還是有人在 發掘 就是 與時俱進跟最新的技術 技術 掛鉤這樣子 嗯 像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factor這些 我看 也有找到一兩篇 是相關的 哦 嗯 對 其實最後講的這個 這個messum 哦這些等等 都有些論文有在耕耘 哦 嗯 好 好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哦 數學比較多 到後面可能 大部分人頭都已經 睡睡覺了 在那邊 所以說 哦 哦 就是 Messima的 那個 Probability 的 那 他只是說 當然這些都可以用暴力法來解決 對 那只是說他的剛 很大的時候 Node 很多的時候 這些暴力法就不實際 對 沒錯 沒錯 我猜 好像是什麼 我包理去算了 對 就是 好像 那個 VAE Variational Autoencoder 那些好像都是 都是 都是屬於 近似的 近似推論的一種 的方式吧 對 對啊 對 之前好像有 對 所以說說 機率模型的近似 應該這麼說 就想辦法 很多是 有沒有看有沒有辦法 去近似那個機率模型 讓他 對 像 Variational的方式 好像都是去近似 他的模型 對 那也算是近似推論的一種 因為把模型的簡化 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 一種方式 對 哪一個模型 另外一個模型 去近似 是現在模型 對 比較新穎的做法 好像是 像這樣子 去做 對 那模型會比較簡單 像這樣子 但你要逼近 認為 要認為他 有逼近原本的結果 其實我看這邊 也是想說 我接下來要去看 一下VAE 他的 他的原意 跟 可能會不會比較清晰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 例如說我們做馬可夫 模型的時候 有時候是說 模型本身的 例如說對應這邊的能量模型 裡面的參數 不知道 他可能會有一個 或叫 Fitting 或叫 訓練或其他 就是把參數 決定下來的這個 階段 另外一個階段 是 聽起來比較像 有沒有誤會 像這邊說 我們談的 是 模型本身已經確定了 然後我們要找找一些 marginal的 這些結果 或者是 裡面的 最大的東西 那好像比較 我們這邊比較沒有 特別去提說 抽參數 模型 定下來的那個過程 抽參數 抽參數 對沒有錯 我覺得你說的抽參數這邊 那邊可能也是那個近視推論的一種技巧 對啊 是沒有錯 對啊 因為你如果可以想辦法去讓 去近視你的模型 去改變你的模型的那個 對啊 你就有機會去簡化它 因為我其實看近視推論 Valuation那邊真的都是拿 例如好幾個不同的高師去連成 然後去近視 近視一個原本你已經現成的模型 然後去做KL diverge 去想辦法讓它更接近 對啊 應該很像你剛剛說的方式 對啊但這邊沒有這樣子做 好謝謝 阿倫有問題嗎 欸最晚上來的昆寫有沒有問題 沒有沒什麼問題 沒有在唸 沒有在唸 有沒有最近在study GNN 對最近有在study GNN 這個可以跟GN做相當深度的結合 對啊對啊 這個基本上也是GRAV 那GN也是基於GRAV GN結合Message passing 對 對 好 好 那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就謝謝 Joxia跟Bin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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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